周老师每一年会拿出40%的钱投资股权 然后开公司 拿出30%的钱投资房地产 然后而且我投资房地产仔细听 我不会只投资一个地方的房子 很多人会说老师房价在下跌 你们有没有发现深圳在跌的时候可能北京在涨 北京跌的时候可能上海在涨 上海跌的时候可能深圳在涨 它是一个循环 所以北上广深必须要买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 有没有发现 住宅跌的时候可能写字楼在涨 写字楼跌可能商铺在涨 商铺跌可能农民房在涨 农民房跌可能别墅在涨 所以投资房地产我们将会分散投资 周老师有投资商铺 有投资写字楼 有投资住宅 然后有投资别墅 就像我们去年买写字楼一样 我们去年上市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周老师的公司在深圳 深圳有一个写字楼出来了 然后呢我们一算大概2000多万 然后就没买单价也挺高的 但是到了一年时间 我发现它涨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而且现在买不到了 然后呢 我有一次我们开董事会 然后我们几家公司老总坐在一起 然后年底的时候开董事会 他们就给我汇报了一下 他说周总你知道我们一年的租金 我们有多少钱吗 我一看 我们整个集团公司一年的租金 是将近2000万 我就告诉我自己 如果我2000万把那个房子买了 我再也不用出租金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真的是这样 就是一定要买 一定要买 真的一定要买 但是当然了你要学啊 怎么买 买哪里 什么时候买 那这个是有方法的 一定是有方法 投资房产一定是有方法和经验的 所以未来有机会 我们来到我们的财商制造课程现场 周老师会有两天的时间 专门教你如何讲投资房产这个板块 那么 那很多人说 老师那房产跌了咋办 仔细听啊 周老师除了会把钱投到房产板块以外 我还会投到股市 我每年我的太太在帮我做这个股市投资这一块 那么股市投资金融投资 这块这个板块他在帮我操盘 每一年最少会有两千万的利润 然后去年股灾我们也没有亏钱 然后大概在股市还能赚了五百多万 这就是会投资和不会投资的区别 当你会投资的时候股票下定都可以赚钱 真的是这样 那么如果说你说老师 那你的房地产跌了 对吧 工资也倒了 怎么办 没关系 股市里还有钱 股市也没了怎么办 记住 有价证券的投资股市只是其中一个 我刚才讲过 什么是有价证券 股票啊 基金啊 债券啊 包括银行理财啊 保险啊 全部都要做啊 周老师买保险 周老师也去买理财 周老师也做固定存款投资 换句话讲 我永远会有稳定的现金流在自己手上 只要你有稳定的现金流 就一定不会亏钱 一定是这样 现金流只要不断 就不要亏 所有亏钱的都是因为现金流断了 没有办法 得急出售 所以才会亏钱 而且这些东西就算全没了 没关系 黄金投资 股丸自化投资 周老师也一直在投资这个板块 换句话讲 五大资产 如果说你搞明白了这五大资产的关系 你会发现 其实这五大资产是相互可以对冲的 就是当股市不好的时候 房地产一定好 房地产不好的时候 企业一定好 企业不好的时候 那黄金肯定好 这不用说的 如果你说老师那突然战乱了 咋办 突然战乱了 企业不值钱了 有价证券也不值钱了 专利权也不值钱了 房地产也不值钱了 但是第五项资产就一定会变得很值钱 叫战乱出黄金啊 如果你把五大资产全部布局成功以后 叫做全球资源配置以后 金融危机从此跟你没有关 战争从此也跟你没有关 你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讲完这段 如果你是个老板 你可以仔细想一想 如果你懂得真真正正的去布局自己的五大资产 我相信你们都可以变成亿万富 你们可以让这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万世 hablar》 《万世线亭词》 感谢观看